蔡野预警赤字会破纪录 他就没有说明是本年度蔡赤破纪录 还是下年度预算赤字破纪录 还是两样都是呢 财政预算提前预警就不难理解的 经济衰退 今年外界对香港全年增长的预测仍然是负数 加上去年纾困年头以来又要抗疫 政府开支占GDP几乎极大机会再触动两成二红线 蔡野说过派钱问题 如果全民派一万元岂不是财赤成千亿 老实说由目前的社会环境和需要 最低成本而易有能够取悦民心 倒不如派口罩 可惜的是超人才找到货 林太依然没有货 财赤爆大数 外界未必太有留意或者担心 但将问题防止到极端 财赤一旦持续 评级受影响之余 港元亦都有机会被追击 更甚的是香港目前置居封口的储备 其实包括将来公务员退休金和长逢支付 前财野和前前财野都说过 如果当保险公司计算一次预先风险的话 所谓的封口其实都是有限的 那88亿会不会是赤字一个大极限 因为官乎财野的说法 如果今个年度赤字在88亿内 香港赤字占GDP不会超过3% 而3%正是国际可接受水平的上限 连内地亦都一样 2002至2003年度 香港赤字有700多亿 当年梁冲司长曾经向董伯伯建议脱钩 目前的环境更加就玩不起了 下年度任志刚曾经提过 预算赤字最多可以有介乎600至900亿 大航就提议可以督进占本地生产总值2.5% 不过大家又会不会想少了一件事呢 没错 那就是股市和楼市是香港最大的收入来月 不是利得税或者身份税而是土地 占收益两成半以上 其次是来自股市为首的饮花税 占的比重若莫有1成7 所以楼市不能出市的 高地价不能跌太多 说到底股市楼市一定要好 从近日表现而言 财野对收入的预算似乎是过于悲观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